29號 恆大各地受害人一早起床時 發現恆大受害人所見的微信群被封殺 凡是四、五百人以上的大群都被封鎖 幾乎無疑倖免 有受害人認為政府和恆大聯手打壓受害人 防止他們集體維權 記錄、登記 但是沒有什麼榜貴結果 如果按法律條文 它肯定屬於非法集結 政府定性的時候才能靠法院去指數 但是不給定性 恆大受害人表示 恆大理財產品的受害者 大都是老年人 或者單身或離婚的 投個一、二十萬或幾十萬 就是全部的身家了 很多人生活都成問題了 恆大受害人透露 恆大將受害人名單報給各地派出所 很多受害人接到警察的維穩電話或被請喝茶 警告受害人不要參與維權活動 此外 有網友透露 臨近中共大節日十一前夕 網絡管控言論升級 微信開始大封號和大封群 有一百多個被請了 連續前後放了我七、八天 網絡管控又升級了 最後靠熊主席不可解封 廣警把電話讓我去核打 讓我去在那個房子待了一天 還要恐嚇我 據瞭解 恆大受害人每天仍堅持維權 有的到各地恆大公司 有的到相關政府部門反映 並高喊 恆大還我血汗錢的口號 清唐人記者雄斌 李佩玲採訪報導